我发现呢 一到年底聚会就多了起来 连我一个不懂的爱吃85G的人 都会朋友拉着去蹦迪了 东西真的是太开心啦 虽然我每次都是那种 坐在角落里看人蹦迪的那种 现在居然已经三点了 蹦迪使我憔悴 现在呢我要赶紧卸妆睡觉了 作为一个美女呢 真的是太难了 每天呢不光要化妆 努力的保持身材 晚上回来呢还要卸妆护肤 我明天还要拍一宿照片 哼我的眼泪快从我的眼角流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认真护肤 不然的话明天肯定会状态很差 眼妆呢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棉签 去做最后的清理 这样会卸得比较干净 今天呢就必须把我的熬夜眼霜给用起来 我呢每次熬完夜 眼部的这状态真的是变化超级大 又是黑眼圈又是泪沟的 会显得到整个人吧 很没有精神 然后呢我最近是在用这个 蓝蔻的发光眼霜 这个呢是我之前的空瓶 已经被我给挖空了 我真的是太专情了 它是这种偏折瘀式的 不用担心会长脂肪力 它是可以淡化肝纹和讲性眼纹 淡化黑眼圈的效果 在我用过的眼霜里面呢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它里面是有酵母提取物 二列酵母提取物 可以加速我们眼周皮肤的血液循环 这样的话你的黑眼圈能不淡化吗 不管你是色素沉淀型的 还是血管系的 都能够给你慢慢的解决掉 这个粗胯的效果其实还蛮好的 就蛮适合即将25岁 或者是25岁以上的美女 热但是不会黏腻 过几天跨年肯定是要熬夜了 啊 这样会让我们眼周的皮肤状态变得很差 所以呢你们可以在第二天的时候 用它做一个眼周的妆前打底 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有假型肝纹啦 像我妹妹呢她就是皮肤很干 然后又有很干的粉底液 最后这里找了好多条细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入的发光眼霜版本不一样 这次我入了这两瓶都是兰蔻的国风玫瑰馅料版 有人呢一听到馅料版就是和之不住自己的双手 我就觉得这两瓶跟过年的作为超级的搭 皮身呢是玫瑰花快乐就很高 也象征着兰蔻的基因 再加上这个精致的皮身一个个绝美 也很适合过年的时候男生买来送给女朋友单 快年礼物 而且呢她这个限量版的包装跟普通的价格是一样的 就超级的划算 我就是觉得她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用的话 效果是会更好啦 每次呢像这样一蹦就可以用全脸 它是像这种蛋清的质地不会黏腻 这里面主要成分呢也是酿酒酵母提取物 和二裂酵母 如果对我皮肤的了解这么个熬夜的话 明天肯定是又要暴斗了 所以呢就赶紧用它来按一下自己喽 可以让皮肤更加的稳定 不容易长痘 也能够修复受损皮肤 其实很多长痘 长细纹之类的问题 都是因为皮肤屏障受损的 所以你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呢 可以给自己的皮肤做一下进化升级 可以是在修复抗老功效的 特别是像我们一样爱长痘的干皮梅子 像我最近不是一直熬夜嘛 然后都没有时间去做逛肩冷酷 皮肤状态是满带线的 用这两样去急救就OK啦 再涂一个面霜 就很崇高 今天的熬铁库服套餐就完成了 搞完这次现在居然已经这么晚了 女生的时间呢都是用在脸上的 你们跨年的时候 有没有打算又去干什么 我把工具是家里蹲了 每次跨年的时候 外面的人都是超级多 我记得我去年回来的时候 打车的时候 居然排队几百个人 那天我差点回不了家 今年我西局掉去了 我决定家里蹲 好 希望你今年的跨年有人陪哦 晚安